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将进行第三节的观课与回抢 那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致尊感谢壮 那我们谢谢开南商工的同学 及科仲联老师带领同学 参与今日的教学观摩 还要谢谢答案高宫的 那亚云老师为我们进行今天的教学演示 谢谢大家 那再来也请各位老师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观课与回响的教授以及教师们 国立师范大学的洪万生教授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的沈明轩教授 北一女中苏立明老师 国立高雄师大副中欧志昌老师 来为我们进行分享 有请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沈明轩教授为我们主持 谢谢 好 那个谢谢 那个校长呢 各位雨会的老师们 各位观客雨回响的老师 然后马老师 大家好 那个很谢谢大家就是 就是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去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另外就是我们可能 等一下会先请那个黄汉生教授 帮我们 针对那个马老师上课的部分 去做一些观客雨回响的一个分享 然后接下来两位老师 然后最后我们再请马老师 帮我们做一些总结这样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应该等一下接着是中俄讨论 如果有一些相关问题 我们想要台上台下的一个分享的话 就是再往后面再去进行 好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黄汉生教授 来进行他的一个观客雨回响的 谢谢 所以要把那个马老师的表现跟前面两位老师的表现 放在一起 我觉得不下档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主题 主题 的确是很难 好 他的主题是那个极限嘛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的确是很感谢 他主题 单言名称叫利用手机APP探讨导数的意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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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言名称的说法 跟他原来 他的 他的教材 他提供的教材的名称不一样 好 所以说不定这个名称应该改成 利用手机APP探讨函数跟极限的意义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 我 我其实比较期待看到马老师会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表示说 不联系的现象 在自然界 的确很常见 我其实比较期待 比较期待找这样一个例子 那 所以 所以这样一个数学概念 是很值得 我们去探索的 好 因为有自然界对应的现象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值得 很值得 很值得马老师以后 或计在 在场的老师 如果要交 微积分的这些很基本的定义的时候 不妨 不妨思考这个面向 那 另外 马老师在操作软体的说 的确是有助于 有助于我们理解极限的定义 他利用那个软体 那个软体叫什么名字 我搞不清楚 他说 DESIMO DESIMO OK 所以 大概 大概 我主要看到的问题 是这个样子 那我对那个 官客的教室的设备 有点意见 因为校长在这里有提供参考 那个 那个有些时候 他那个投影片 单枪 单枪投影下来的时候 那个黑板的版面就不见了 其实我们可以设计那种 那个黑板的版面一半的 就投影一半也可以投影 投影两块也可以投影一块的 然后他可以只投影一块 另外一块是白板 那另外还加上黑板 那这样的话才让老师 比较好挥洒 要不然很多老师大概 这个手上的玩具多啦 找不到空间可以挥洒他的创意 我觉得这很可惜 所以 校长不妨考虑一下 不妨考虑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 他那整个单 荧幕下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黑板 已经没有太多黑板的地方可以写啦 写这边那边的同学人看不到 写这边那边的同学人看不到 所以这个 这个设备上可以 可以稍加考虑一下 那整体来讲 我觉得 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 我觉得 马老师 为我们掩饰 这一节课真是非常不容易啦 各位如果不信的话 你去回想一下 你大学的时代 你维基文怎么上呢 你就知道了 郑伟厚教授大概已经不在了 郑伟厚教授大概已经不在了 郑伟厚教授在 可以请他作证 说你维基文怎么上呢 郑伟厚会讲一点数学文化 所以可能会不一样 OK 我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观察 请各位指教啊 谢谢 谢谢马老师 好 好 我们谢谢洪教授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 舒立玲老师来 跟我们说一下 好 校长还有各位教授 还有现场的老师们 大家好 午安 大家还精神奕奕的 首先我真的要 也是要谢谢 要佩服马老师 我刚前面看到你 感谢状 搬给那个开门上官 我才知道 原来学生不是大恩高工 那就能稍微理解 一开始我觉得说 从早上看到 这样第三个 第三个学校的学生 每个学校学生都好乖 那我前面就说 他 他到我觉得真的很真实的呈现 他学生就忘记了 那可是我刚开始很乖的时候 我想说 你大恩高工学生很乖 那刚才 我才有点恍然到的时候 所以光我想你刚开始 你想要不用大恩高工的学生 要用开门上官的学生 我想你就有你的背后的用意在 所以我觉得 我刚说也有点感谢是因为 那我们可以更贴切的看到 不同程度 应该不是说 优点缺点 而是在数学的学习上 有人就是可以 比较快速 有人就是要比较缓慢 他让我们看到一个 学习比较缓慢的学生 那他怎么带领他们 走进一些比较难的一些 数学的知识领域 光这一点我就觉得 勇气可嘉 尤其你平常就是 当高工的学生 我记得成绩也都是很好 应该是嘛 再来呢 我说他让我们很真实的呈现 就看到现场 学生就真的确实会忘记 所以他一开始 我看到就先复习 复习了前一堂课 我们先上过什么 所以我心里就想 那你是什么时候 跟他们有先上一点 所以才有所谓 今天说我们他们去避离忘记了 所以先复习 这也是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老师上课 一开始要注意的 确实学生不一定是毕业旅行 他们只要经过一个假日 甚至一个晚上 他就忘记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 没有回去出个作业 他是不是他旅出的作业 他没有写 他隔天 他昨天熬夜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昨天上课的重点 他真的就忘记了 所以我看到他有先复习 先看看学生 到底还记得多少 再从那个记的东西 再往下切 那再来就是我看到他 他还是晨接早上 大家都想要跟这个软体衔接进来 那我其实看到那个在讲集 我脑洞就会闪过 我自己怎么讲的 那我又看到他QR Code 扫进去的时候 突然他就帮他画出来 我就想说 那早上的老师 会让他学生自己画 那他那个 马老师就帮那么多画出来了 后来我现在大概就等了 比如说时间的一个因素 还有学生的各种状况 他在操作 确实会不够 我们又只给他50分钟 如果时间够的话 可能可以让学生自己画画看 那再来下一点 我就会想到 我以往我就讲义里面 我要么就是现场请学生画 我也没有用Decimus 也没有用George Bar 因为他刚刚举的那些例子 在我的学校里面学生 他应该很容易就画出来 因为就一次函数 二次函数 那我就想说 第一个闪锅想 那我就直接 我也可以直接画 像他现场画 或者呢我就直接画给他 我有些Decimus 就直接画好给他 可是马老师用Decimus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呈现的是 让学生可以滑动那个动点 他的想法 那动点在从右边逼近 从左边逼近 让学生感受到 他在滑动那个动点的时候 有没有越来越靠近一个定值 我想应该是有这样的含义 就觉得那就是比我 直接把图秀到那个画面 秀到我的讲义上 又来的强 那再来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 小小的应该是后面时间不够 他大概有一直在关注时间 因为后面在点出连续的时候 我脑中想会觉得 好像少了一个先 有一个连续的图形 让他可以体会到那个 极限值就不到等于函数值 那再出来是不连续的 他学生可以有对照 可是因为他刚好在最后 我想应该还是时间问题 好 下次我们办公室 可能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好啦 那再来 我又关注到 他们这个小组的互动 其实是不错的 小孩子很乖 而且也愿意每个人都在那边写 不会也真的会不同的 因为只要毛老师一点 他们就真的会互相去看一下 左右邻居的旁边的同学 是不是OK 从毛老师跟学生的互动 我也可以体会到 因为那老师一开口 你就看到他平常上课 是有关注学生的 不一定是要走下来到小组 他在中间在不断的提问 问他们很细节的一个一问一答之间 就可以感受得到 平常在上课的流程 不一定是小组活动 都有关注学生的学习 那最后呢 就听刚刚那个教授讲的 我觉得从早上到现在 大家都会使用不同的载具 不同的软件在跟我们的教学结合 那我就因为我刚刚其实一开始 我就跟旁边欧老师就说 他怎么不把那个木给拉起来 他就不会局限于左边那边黑板 而且他的字很大是对的 可是我只能写一点啊 欧老师就提醒我说 一定是待会要用 果真待会要用 那要用的时候 你那一块又不能写 就觉得黑板很小 对不对 那我就要分享 因为我昨天才从山东参访回来 所以我去山东参访了两所高中 那我在两所高中的黑板 中间应该宽度有 比刚刚的木还来的宽 他的那个 他们现在没有拉下来的木了 他就直接是触控萤幕 就直接向在黑板里面 而且我们就手写 他就直接手写 那当然就是一个大的平板电脑 所以你当然里面的数学的 软体的载具 都可以直接开得出来 我直接要讲解的时候 就直接上面写了 那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而且我两手看到都有 我就觉得 哎 怎么会这样啊 所以就觉得 我觉得现在那个东西是 应该是不贵的 而且我还以为 他们这几年才装 第二手学相当就说 没有 他们在旧校区就装而已 所以就代表 我们在硬体的部分 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 如果能有这样的版面出来 我相信老师在教学上应用 应该会是更得心应手 好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好 我们谢谢 提到这件事情 他一直在问学生说 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点 把那个动补起来 其实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上 有找到一些 函数会不连续的现象 那马老师其实一直在铺成这个概念 就是说 当函数不连续 你要怎么把它填起来 那所以他才切到了不连续的那些类型 那最后就是 苏老师刚刚讲的 那如果你有给他一个 最后最后是一个连续图形的概念的话 这三件事都会串在一起 但是因为学生的状况在 今天上课一开始 他们忘掉的东西随着课程在进行 马老师发现好像越忘越多 所以他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然后开始用 比较能够让学生在这堂课 吸收到他想要教他们的东西 然后去进行 那这样子的状况就会变成说 我觉得马老师今天带来的课 他不是只为了展示给我们看 他觉得今天学生都来了 我就是该教会 我希望他们会的 我在这堂课里面看到的东西 就比较偏这边 因为当你发现你学不会的时候 然后你又是教学演示 那你要怎么办 其实各位老师 如果换你在上面的时候 你是要把他教完了 还是说没关系 我们慢下来 让学生真的有带了东西回去 我这点是今天蛮感动的 谢谢 好我们谢谢欧老师的一个观客也回想 那我们现在就先 我们就请马老师 好 谢谢 好主席还有 洪教授还有苏老师还有欧老师 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午安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来就是 关心孩子们 那感谢欧老师懂我 然后感谢苏老师看得这么细 那确实当初找开南 来协助其实确实是有像苏老师讲的那个用意在 就是说我们这个教材呢 是我当初帮国教院写的一个教材 就是怎么样用数学APP 然后来进行教学 然后当初我们其实在大岸高工 确实我们有实际的教学过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因为学生可能就是有快有慢 学习有快有慢 在学校的话大概从极限然后一直讲到连续 大概就是一节课可以结束 但是我们学校也不是每一个课都这样 因为我们学校有资讯科 有资讯电子控制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科 但是他们彼此的差异也蛮大的 那我刚刚讲的是资讯科 曾经这样的去就是操作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我其实非常希望我们写出来这个教材 不只是就是大岸高工可以用 我们希望所有的学校都可以 所有的高职就是都可以 实际上能够用到这个教材 所以我这个教材其实是以 当初我们帮国教院发展的教材 然后把它精简了 这个其实已经精简过了 然后呢 但是这个学生呢 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那个就是 柯老师 就是开南高工的那个 开南商工的柯老师的协助 然后他帮我找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学生真的非常的乖 非常的就是贴心 然后他们其实是来自于广告设计科 还有餐饮科 他们二十个学生是来自于不同的科 然后科老师也很辛苦 帮我就是把这些学生召集起来 那我觉得这些小朋友非常的乖 然后呢 但是 比较是技术型高中的学生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 他们的理解力不错 但是回家不会念书 包含我们学校的学生 曾经跟我讲说 他说 老师我刚到大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学校好奇怪哦 这学校老师呢 叫我们回去要念书 我从来不把书包带回学校 他说以前啊 然后他说这个学校好奇怪 居然叫我们回家要念书 这个不是我们全部的学生都这样 但是 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呢 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 我们要怎么样给他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真的是 我们期望是给他带得走的能力 所以大家如果有 我不晓得在下面看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在下面的话 我们大概只能局限在那个导演 他希望切到哪里就切到哪里 那大家可能不见得会看得到 那个真实的那个实际的状况 那我大概我的教学 今天比较锁定在一些概念 比如说图形的概念 那一次函数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长相 二次函数有什么样的长相 那如果他变成一个分式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长相 然后我这边说明一下我在上个礼拜五 我其实有先去上一次课 大概二三十分钟上了一次课 介绍Desmos这个软体 他们在此之前没有碰过这个软体 然后他们来自不同的班 因为我也会很担心啊 因为来自不同的班 然后我也没接触过他们 所以我也很担心说 我不知道孩子的那个 就是他大概 可以跟他互动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想说我上个礼拜 我就试了一次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非常快乐的去毕业点 毕业旅行 然后玩了五天回来 然后昨天回来 他们今天还跟我讲说 老师我们昨天晚上才回来 然后他们今天早上是睡到十点多 还好不是早上第一趟 然后今天算是睡饱了来了 但是呢可能就是玩得太开心了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真的不太记得了 我先说明一下 我上个礼拜讲了一个极限的概念 我是用那个就是用Desmos来做 然后就是可以去拉动 拉动那个函数上面的点 所以它可以趋近 就是左右接近 我觉得这样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讲极限的时候 其实还蛮容易接受的 那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说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 就是说真的是 平常就可以操作的一个方式来操作 而不是只是一个 华丽的一个教学演示 所以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看到一些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抱歉 然后我最后要为 技术型高中的学生说一些话 就是说虽然他们的底子没有很好 因为他们在国小或国中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缺漏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软体 可以去帮助他们补足这些缺漏 那如果他懂得这些概念 然后这些实际的运算 可以有软体帮他做运算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学到了一个 我们数学的素养 以上谢谢 谢谢 好我们谢谢马老师最后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教学的分享 那我 这边我最后其实就 刚刚看了 就是这样一整天看下 我可能这边有几个 小的想法 这第一个其实 我觉得就这样 这三个老师下来 就马老师 我自己认为 就是马老师这一个 会是 他的整个 这一场的教学 会是 比较贴近于现在一般 学校的 课室 可是他其实做了一些 努力 或者其实他本来就已经把他 已经变成是他一个教学习惯 比如说 他的那个 我看他是直接用手机 好像直接拍照 然后他就 投影 那这个相关的这些 就是 辅具的一个应用 他其实很熟悉 那另外我看到一个点 我觉得 就是我大概五年前 我有去一间高空 看过一个老师上课 然后他 他其实就是 那个投影幕拉一巴 然后就是投出来 然后刚刚你有看到 他就是用那个阴影在 就是对着黑板做 那我要提这个的 其实就是说 刚刚那个 舒老师其实有提到说 可能大陆啊 哪里 他好的一个 资讯设备进来 你当然可以 把他做 把你的整个教学 做到一个很完整 然后很 很应用他来 展现得很好 那可是 其实很多学校 其实他可能 资讯设备 没有那么充足的情况下 我觉得马老师 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是他如何应用他 他现有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设备 然后去灵活应用他 因为他其实 他还是 我觉得整个今天这样看下来 就几个 第一个是那个 他其实是主要是 PowerPoint加版书 然后那个 吴老师 他其实是PowerPoint为主 然后马老师 其实是版书为主 可是他有加了PowerPoint 可是加了PowerPoint 他又把PowerPoint的部分 他有做了一些 他只是说 他为了避免还在抄写那些 那些题目 然后他 他做了一些应用 那我原本以为是高工的老师 都有 都会知道要用这样 那我是第二次看到有 就是用那个阴影 直接在黑板上 然后就是书写这样子 好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可以给大家带回去思考 然后第二点其实就是 因为就是可能学生的程度不是很好 那你如何在过程中去发现 他其实现在可能hold不太住 还是已经听不太懂 还是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马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他就是我这边有记 就是说他过程中其实 他还是有持续在好像监控他那个先辈知识 他教过他的东西到底他还留的多少 然后他开始可能可能你们整个这样看一下 到最后你会发现他 他开始老师的讲解讲的话变多 可是他变多 他不是说又把那些相关的概念的 他整个思考过程讲一次给学生 而是他用接话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就是 你只能停了 然后有一些他知道 他已经回想他连结到 你要预期他了解的概念之后 他应该学生会脱口而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是好的 好 然后 那其他 那接下来就是 今天就是大概三个老师都有用到APP的使用 那我想 可能108课刚实施 或许这也会是一个老师在教学上习惯或不习惯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 等一下可能如果有老师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其实可以提出来的交友 然后最后其实我就用一个 一个像 就是赖老师我觉得他整个那个学生 他师生啊 学生的那个教学的过程 他其实就感觉像那个赛的函数图形 就是这样 有一个高峰下来 高峰下来 高峰下来 然后五老师的其实他就是 他透过学生自己开始慢慢的 一开始很安静很安静 然后慢慢的他最后就是这样拉上来 然后到前面讨论 然后维持在一个点 然后其实马老师的 我会看到的是一个 他实际是一个开口向上的那个次曲线 他一开始就是可能他是荡下来的 然后他会不行 然后再开始拉 然后或许这样的一些想法 都会在可能老师的不同的 老师的教学课室里面出现 那我们如何去运用我们知道的 然后运用我们的一些教学技巧 因为我们的一些辅助的工具 然后让学生其实主要是学得到 然后学得好 然后能力能带走 那期待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好谢谢